好像是說有些鬼 類似那些鬼故 看見不回來 鞭子姑娘那些 哪有人只有一條鞭子 沒有臉 有一個女人 有頭髮的 不知道火車走的時候 扯到頭髮 整個頭脫了 恐怖啊 恐怖聽過 我中學是一間 只有五層樓的學校 有個師姐 她去廁所 去完 正常人出來 出來那一下 剛剛踏出去的時候 就聽到 裡面有女生在喊一下 剛才明明進去的時候 沒有人 刺客都開了 轉過來 進去看一看 看一次又發現沒有人 東區 她有個宅宅 很少人開 裝藝術東西 她試過下午工 她進去拿東西 在空門裡見到一個 不是這個時候的人 她見到之後 就關門 然後就打了 然後就沒有人進去的 在東區 最多是那些 亂撞剛那些 很流行的 我們那個足球場 就是一個 以前是日本人 還是撞死人 中西區 那邊 那裡 那裡 下面是普通洞 有個小朋友 生了鐘 找了很多 找不到 有一次 校工去到房間 門口清潔 發現了 有一套校服 完整地 放在地下 最後發現了校服 是那個小朋友 油麻地區 上水北區 好像天文學會的房間 試過有些問題 有天文學會 不知道 但是天文學會 就沒有了 廢了妹 女更衣室 皮更衣室 一個人單獨 看到其他人的樣子 起拍鏡頭 深水北區 我是新亞 上年是自民110 我對面就是自民111 那個學生 因為太辛苦 所以自己用電線 電死了自己 不怕 其實他是自殺 都死了很久 是真的 因為我那個 Stock那個 警察 他說他是那一年住在那裡 他說是近世次 我就是住世次那邊 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怕 不怕